而近來國民黨立委徐久欣跟網紅四叉貓是隔空更勝 徐久欣呢現在為了反擊四叉貓在自己住家巷子申請路權要提供讓民眾來拍攝 因此他要端親木鈴送給鄰居精緻的指甲姐 道士四叉貓他特別去印製了感謝久欣的T恤 選在五一八當天要穿去仇聖 這個禮拜六因為四叉貓要申請這邊的路權 所以他會送我們這個小禮品不錯 然後怕是會打擾到我們 一整組精緻的指甲姐從搓刀小剪刀到桃爾棒 一印具全的小工具外盒還貼上道歉貼紙 這精緻小禮物可得當國民黨立委徐巧欣的鄰居才拿得到 不錯啦用得到啦很精緻啊 為了因應網紅四叉貓因為不滿有網友路過徐巧欣住家 遭到警方攔查 四叉貓決定申請五月十八號早上十點到晚上十點 徐巧欣向此的路權作為反擊 提供給民眾朝聖休息 附近居民抱持不同意見 徐巧欣就怕帶給鄰居困擾 決定送指甲剪組敦親慕鈴一番 也跟大家就是領好我的鄰居致歉啊 就是如果說打擾到他們的話很不好意思 但因為當然對方也是合法租借路權 所以那我也歡迎 有人爆料說那個是之前他也是送那一組的 所以應該是之前選舉送勝的清庫存 他自己辦過說那麼多活動 應該也都會理想到那個當地的居民吧 對不對 那為什麼只說我呢 雙方為了路權拍照風波再度趕上 就是希望大家當天不要衝突 那如果他們不覺得自己這樣做很丟臉的話 那就讓他們繼續去做 巧欣呢那個這幾個禮拜讓我通告滿滿 拿到巧欣的那個指甲剪組的話 想要剪指甲沒地方做 可以來我的攤位做做剪個指甲 刺叉貓還印製了謝謝巧欣的T恤 要在518特別穿上諷刺異味農 許巧欣刺叉貓兩人過招 還在持續上演 記者李洛同林俊庭採訪報導